我们继续来,花十堂课的时间 来认识这本圣经 上一次我们有讲到 圣经里面,分成旧约、新约 旧约里面第一部分叫做绿法书 绿法书里面,包括五卷 这五卷书,又称为摩西五经 上礼拜,我们已经讲过了创世记 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一直看到生命记 出埃及记,我们讲到说 那时候,雅各一家,他们本来是住在迦南地 神应许把迦南地赐给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时候,其实他们住在迦南地也还OK 后来为什么,他们就搬到了埃及 因为迦南地有七荒 然后约瑟在埃及做宰相 所以就把他们接过来了 接过来之后,约瑟就求法老 让雅各的一家住在一个地方 叫做戈山 让他们住在戈山 这一住,就住了多久? 430年 为什么神让雅各他们这一家人 在戈山地一住,就住了430年? 我相信这有一个目的 不让他们在这400多年当中留在迦南 为什么?就是要把他们隔离开来 他让雅各一家人住在戈山地 就可以跟埃及人分开 因为约瑟有跟他们说 就是因为埃及人不喜欢这种牧羊人 觉得牧羊人身上比较臭或什么的 他们就觉得不洁净 所以他们就跟这些牧羊人,就不会住在一起 所以就把戈山地,这块地给他们住 这样子的话,他们有个好处 他们就蒙保守 他们不跟拜偶像的外邦人掺杂 这样子,这430年当中 他们等于是被放在一个保险箱里面 这样成为一个大的民族 中间没有被不好的文化来影响 如果当初他们住在迦南地的话 这430年当中,你很难不跟迦南地的人掺杂 但是迦南地的人,他们那时候习惯信仰非常不好 所以,神就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在埃及蒙保守 但是,到了后来,因为约瑟过去了 埃及有不认识约瑟的那些法老起来 就开始来逼迫这些以色列人,让他们做苦工 后来甚至于,生下的男孩子 都把他丢在河里面淹死 所以那时候,我们看到埃及 就在这当中有一个预表的含义 它就预表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是什么? 就是讲到撒旦用来霸占人心 使人不能够爱神的体系 包括世界上说,有花花绿绿的一些东西 当然,这个世界对每一个人的定义不一样 因为有的人会因为这些享乐,心里被霸占 有的人,我追求学问,或者为了要赚钱 或者是什么 每个人霸占他心里面的那个东西不一样 所以,对他来讲,这个世界的定义又不同 但是总而言之 世界就是撒旦用来霸占人心,不能够爱神的一个体系 埃及的王法老,就是预表世界的王撒旦 迦南美帝是预表基督 美帝里面的一切丰富,由来与命 讲到基督里面一切的丰富 所以当以色列人,他们要出埃及进迦南 就预表是要脱离这个世界的霸占 要进到基督和祂的丰富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 其实我们今天好像在为着这个人生,在那边奋斗 但是很多时候,其实是法老在那边压迫 我们在那边做砖,为这个世界效力 没有真正活在神给我们的美好的旨意当中 所以今天神就呼召我们要从埃及出来 要进到祂所为我们预备的牛腩与蜜之地 接下来就看到摩西 摩西的一生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祂四十岁之前 那时候,祂成长在埃及的王宫 那时候,祂非常有自信 因为祂是埃及的王子,可以这么讲 所以祂认为说,祂可以为祂的百姓做一些事情 所以祂后来就把一个逼迫以色列人的埃及都宫,就把他打死了 结果祂认为说,祂可以做 但是后来祂发现,人家根本完全不感谢祂 后来祂就逃到旷野里面去 四十岁到八十岁是祂的第二个阶段 那时候,祂在米甸的旷野里面牧羊 在这个阶段里面,祂所有的自信都没有了 祂变成我不能 祂发现祂不能 祂不再有像过去一样的雄心抱负 以至于当他八十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 要他去埃及,把神的百姓从埃及带出来的时候 祂说:"我是谁啊?我怎么可能?我是左口笨蛇的,什么都不行!" 所以那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自信心了 但是神说:"我与你同在!" 所以从八十岁到一百二十岁,这是他第三个阶段 那时候,祂就率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时候,祂就经历到神能 虽然是我是不能,但是神能 所以神就借着祂,行了许多的神迹骑士 然后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 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跟工作 算领两百多万人,这个旷野里面这样行走 往目的地前进,这个不简单 但是,祂现在已经不再依靠祂自己的能力 来是依靠神的大能 所以摩西的一生是这样 祂在神的家里面尽忠 祂是旧约里面,大概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物 那时候,祂在米殿牧羊 结果有一天,祂到了一个神的山 就是西乃山 我们后来研究发现,应该是在米殿 那时候,祂在西乃山上面就看到 有一个烧着的荆棘 火在上面烧,可是荆棘却没有毁坏 所以那时候,祂就过去看 然后后来,神在这当中就呼召祂去埃及 把以色列百姓救出来 后来到埃及,神就借着祂行了十个灾 第一个灾是,把尼罗河的水变成血 第二个是青蛙,跳满各个地方 然后第三个是,祂击打地上的尘土 尘土就变成死者 第四个灾是苍蝇 第五个灾是瘟疫 第六个灾是窗 祂就拿了一把炉灰,撒在天上 降下来,在人的身上就伸出了很多的窗 第七个灾是薄灾 冰雹降下来,打死了很多的牲畜 还有农作物 第八个灾是蝗虫的灾 第九个灾是黑暗之灾 连续三天,整个天都黑了 然后人在家里面都不敢动,因为黑暗那么大 只有以色列人住的地方有光 最后一个灾是灭长子 埃及的每一个家都死一个长子 所以他们就终于,法老让他们从埃及出来了 从兰塞出发 他们就一路往前走 后来到了红海边 结果埃及这时候,追兵就追过来了 前有红海,后有追兵 结果神就行神迹,让红海分开 让他们过了红海过去 到对面是巴黎喜分 然后埃及的追兵跟着下去 结果水就合起来了 把他们都淹没在红海里面 所以这是象征什么样的一个经历 这是象征受尽 过红海就预表我们受尽 受尽,我们就是挥别这个世界 而且我们不再受到撒但的奴役 我们今天走上了那条属天的道路 以前我们留在埃及 那时候我们随时都会被法老抓去 但今天我们过了红海之后 法老在我们的身上就再没有任何的权势了 今天我们已经跟他说再见了 我们今天借着受洗 我们说我们是归入主的名下 今天我们是属于神的人 撒但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 所以过了红海,是我们人生当中一个很重要的里程碑 接着他们过了红海之后 到了一个地方叫玛拉 玛拉那个地方水是苦的 神就叫摩西亚把一棵树丢在水里面 水就变甜了 这什么意义呢? 就是讲到,这树就是象征主耶稣的十字架 主耶稣的十字架就破除了神在这个环境里面的那些咒诅 当初人犯罪,所以咒诅就临到这个地上 但今天主在十字架上承担那个咒诅之后 环境的这些咒诅被打破了 环境就开始为我们效力了 所以,当我们信了主之后 你开始发现,奇怪了 很多时候你发现都有恩典 很多事情就很顺 因为神会让苦水变甜 接着他们就往前走到了乙林 那边有十二股泉水,七十棵种树 再往前,他们就开始降玛拉 因为他们没有东西吃,神就降玛拉给他们 玛拉就是象征 主耶稣就是从天上降下来生命的粮 所以,玛拉有很多特质 就是跟主耶稣是一样的 我们需要每天起来领受这个玛拉 所以,它是我们生命的粮 接着到了一个地方叫立非定 那边没有水 神就叫摩西击打磐石 磐石就裂开,流出火水来 这就是象征主耶稣他被定受害之后 那个火水就是圣灵,圣灵就赐下来了 然后,接着在立非定 就有一群人来攻打他们,就是亚玛利人 摩西亚山上祷告,约书亚在山下就得胜 亚玛利人,神说要从天下全然涂抹他们的名 祂要世世代代跟他们争战 为什么?亚玛利人为什么这么可恶? 他不是这个民族可恶的问题 主要它是象征预表人的肉体 肉体是什么? 就是我们有一个犯罪天性的救人 这个救人一直要拉着我们 让我们没办法往前 所以,神就赐下圣灵 圣灵与肉体相争 圣灵要不断的跟肉体争战 所以我们信了主之后 我们里面还是有那个肉体 那个救人在理论上说,他已经死了 但是,我们还是需要透过圣灵来试死这个肉体 让这个肉体不再活动 所以这个就是神要世世代代跟亚玛利人争战 所以我们在有生之年 我们也会要跟犯罪天性不断的争战 接着他们就终于到西乃的旷野 面对西乃山 西乃山的山头,你看整个都是黑的 当初神降临在西乃山上 这个火在山上焚烧 所以后来你看,这时候去看,山头都是黑的 神降临在西乃山,跟以色列人相会 有什么目的? 祂把他们从埃及带出来 带到这个地方来 要跟他们会面是干什么呢? 不是直接把他们带到迦南地就好了吗? 不是 神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有两个目的 第一个目的是什么? 在这个地方,祂要跟他们立约 要颁布律法 为什么要立约,要颁布律法? 这个约就叫做西乃山之约 这个约的目的就是说 以色列人如果遵行神所给他们这个律法的话 耶和华就做他们的神 他们就做耶和华的子民 所以,意思就是说 在这之前 他们跟神之间并没有一个正式的约定 神有应许亚伯拉罕、以撒跟雅各 祂要祝福他们的后裔 但是,神还没有跟这一群以色列人当面立这个约 所以,祂现在就在这个地方 跟他们立这个约 说,我现在给你们一套律法 你们如果遵守的话 你们就成为我的子民 我就成为你们的神 所以,这个相当于是一个什么约 这很像是一个婚约 所以,神在这个地方 跟以色列百姓好像是结婚一样 神成为他们的丈夫 他们成为神的妻子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场合 很重要的一个时刻 神需要跟他们立这样一个正式的约 然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第二个目的就是要建造会幕 建造会幕的目的就是说 神要跟人同住 一旦结婚之后 夫妻两个就要同居了 就要住在一起了 所以,神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之后 祂有一个很深的心意就是 祂要住在以色列人当中 神在这之前 从主前4000年到现在 大概1500年左右 4000年到1500年,所以经过2500年了 从亚当夏娃到现在,差不多2500、600年 这当中神都在天上 但现在神要做一个 这个划时代的一个改变 祂现在要住在人间 祂住在人间是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你看,祂一降临新来山,整个山头全都黑掉了 祂怎么有可能说住在人间呢? 祂是烈火 所以祂就有一个办法,祂就是要建造一个会幕 让祂可以住在里面 然后,以色列人要经过各样的手续 以至于他们不会被烈火烧灭 所以,祂要他们建造一个会幕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这个会幕长这个样子 会幕,英文叫Tabernacle 它这个会幕的里面,分成两个部分 前面叫做圣所 隔着一个帽子,后面叫做至圣所 至圣所里面有约柜 约柜的上方,就是神的同在 神的荣耀在约柜的上方 约柜的盖子,叫做施恩座,是神的宝座 所以,神的荣耀现在就局限在这个小小的空间里面 圣所里面有橙色饼的桌子 上面有摆着橙色饼 很多人有圣饼 然后,另外一边这里有金灯台 这都有属灵的含义 这个约柜,这边是象征圣父的所在 我们的天父,他现在把自己限制在约柜 是至圣所里面,在约柜的上面 然后,橙色饼是象征圣子 因为主耶稣就是那个生命的粮 祂自己就是那个生命的粮 所以,这个橙色饼就是象征主耶稣 金灯台是象征圣灵 就是祂是光照,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光照的工作 圣父,因为是荣耀的 所以,没有人可以进去 终于葛了一个帽子 但是,前面这个祭司可以服侍的叫圣所 这个就有圣子跟圣灵 他们等于是到人的当中来帮助我们 所以圣子是第一位保惠师 圣灵是另外一位保惠师 所以当主耶稣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祂要试下另外一位保惠师,就是圣灵 所以祂自己是头一位保惠师 所以这两位保惠师,就是来到人的当中来帮助我们 主耶稣,圣子就是神的话 因为祂就是道成肉身 道就是神的话,化成了肉身 所以,主耶稣本身是神的话 然后,圣灵就是圣灵,就是神的灵 所以,今天你看到在圣所里面 有两样,一个是橙色饼,一个是金灯台 一个是圣子,一个是圣灵 一个是神的话,一个是神的灵 所以在圣经里面,我们常常看到这两个对应 这外面有个外院 外院的门口,这边有门帘 你看这个门帘跟旁边颜色不一样 旁边都是白色的 这门,门帘是彩色的 这彩色的是什么意思呢? 它的门帘是用蓝色、紫色跟珠红色的线 还有脸的细麻枝的,预表基督 为什么预表基督呢? 因为蓝色是讲到属天 就是阴,讲到约翰福音 约翰福音就是以阴来象征,属天的 紫色是讲到君王的颜色,讲到狮子,是讲到马太福音 红色是讲到寄生,是讲到牛,是马可福音 细麻,细麻是讲到公义的义袍 细麻讲到公义,讲到人,是一个完美的人 就讲路加福音 所以这个路加福音,约翰、马太、马可、路加 这四样都是在讲到主耶稣的四个方面 四个方面 就是鹰、狮子、牛跟人 所以都是讲到基督 所以,你会看到这个会幕里面 很多东西都是用这四样的东西,把它织成的 为什么要用这四样呢? 都是讲到基督 所以,到门帘那个地方,你就看到这边是基督 到了这个会幕里面,又是很多这个,又都是讲到基督 所以,从这个门帘进去,意思就是讲到说 主耶稣说:"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并且出入得草吃。 所以,我们从主耶稣入门 入门之后,就会怎么样?必然得救 所以,进到外院里面,就是一个得救的范围 所以,外院代表我们得救了 我们进了主耶稣这个门之后,我们就得救了 外院里面有什么呢? 有凡祭坛,在这边献祭的 还有一个洗镯盆,是给祭司洗手洗脚的 所谓得救,圣经里面有说:"信而受洗,必然得救。信而受洗。 这个信,其实在这边看到,就是凡祭坛 让我们看到,它就是信。为什么呢? 因为当我们献祭的时候,我们要先把祭司,我们先按手 按手就代表,我们跟祭司联合了 所以,当祭司被杀的时候,祭司就代替我们被杀了 所以,当我们在看到这个凡祭坛上面 这个祭司,一再的被献上作为凡祭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什么?我们就看到羔羊 所以,仰望羔羊,我们就可以得救 信而受洗,信什么?信主耶稣 信祂是为我们被杀献祭 所以这个信,当我们看到凡祭坛的时候 我们特别想到说,这是让我们要来信靠被杀的羔羊 受洗,想到洗桌盆 让我们这个人被洁净了 所以,我们看到,得救的途径是什么? 从主来入门,经过主耶稣这个门 然后,得救的手续是什么?信而受洗 就是经过凡祭坛跟洗桌盆 所以,从外院这样一路走进去 我们就过了这个得救的阶段 过了得救之后,怎么样?就准备上天堂吗? 不是,我们还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这就是圣所所象征的 圣所就是说,我们要继续往前 要过一个得胜的生活 怎么样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呢? 我们从一个得救者,现在变成一个得胜者 他的秘诀就是里面的橙色饼跟金灯台 还有金香檀 橙色饼就是我们要来吃这个饼 吃这个饼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来与主相交 我们把主吃进去 就是像我们吃生命树的果子一样 我们吃了它,我们就直接跟它相交 跟它相处,来享受祂的同在 然后领受主的话 因为主耶稣就是那话 主耶稣是道成说 主耶稣就是太初有道的道 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橙色饼吃下去的时候 我们就在领受主的话 接下来还有金灯台 金灯台就是说,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那怎么样被圣灵充满? 就是我们老我要先死 让这个新人复活,我们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过程之后 我们才能够被圣灵充满 为什么说这个金灯台是讲到死而复活? 你看到金灯台上面有很多花 看到一节一节上面这个花,这个花是什么花? 这个花是信花 金灯台上面为什么要做这种装饰? 因为这个信花是象征复活 象征复活的生命 亚伦的那个帐后来发芽 讲出了信花 就讲到说,本来一根死的手帐 居然可以有生命出来 可以开花,然后可以结果 开出的花就是信花 所以这个信花是代表复活的生命 信花又是春天来到时候 第一种开花的植物 它第一个开的就是信花 所以信花是预表复活的生命 所以我们今天要被圣灵充满了 有一个秘诀,就是说我们需要舍弃老我 我们这个自己天然人,我们需要把他放下 就是说我们需要背十字架舍己 当我们越多的背十字架舍己的时候 圣灵就会越多的充满我们 愿多的充满我们 所以我们需要经过死而复活的这个经历 这样的话,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就成为一个得胜者 然后里面还有个经香坛 经香坛就是说,我们要经过征战祷告,代祷,与主同工 我们跟主同工,一定要透过祷告 我们要征战,一定要透过祷告 所以那边祭司在圣所里面,常常要烧香 就是说,我们要进入一个祷告的生活当中 我们要成为一个得胜者,我们要领受主的话 我们要被圣灵充满 我们还要在祷告当中,与主一起得胜 这就是我们一个得胜的生活 到了至圣所,就成为一个叫得荣 得荣耀,就是怎么样? 就是我们与神就面对面,一直同在,直到永远 所以,我们今天,你看到这个会幕摆在这个地方 其实,它不是只是一套遗文,在那边陷器,一些仪式 洗手洗脚,然后烧香 它里面都有隐藏的含义 让以色列百姓,还有些祭司在那边看 他们天天在那边坐,他们坐,他们不知道什么意思 等到有一天,主耶稣来了,圣灵来了 一开启我们才知道,原来这一切都已经在圣经里面 在旧约里面,都已经显示给我们了 今天我们终于恍然大悟 所以,神把这些真理都藉着这些 就深深的刻印在我们的心里面 你看到这个会幕,上面有外面的罩子 这个叫罩棚 罩棚,其实会幕里面每一样东西,它都有含义 我今天就只挑一个来讲 罩棚里面有四层 第一层,最里面那个叫做曼子 它上面有绣的东西,也是一样 蓝色、紫色、珠红色 还有细码 这几样东西,绣在上面 然后还有绣基督伯 基督伯上面是四个连 就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象征基督 然后第二层是叫做山羊毛枝的罩棚 第三层,是染红的公羊皮 最外面这个是海狗皮 外面这四层的罩棚,是象征什么? 是象征教会 是预表教会 因为这是神的居所 今天教会是神的居所 所以外面这个帐篷,就讲到教会的一些特质 最里面这一层,有那四样的东西支在一起 讲到象征基督 意思就是说,教会它内在有基督的生命跟荣美 最里面是非常荣美的 我们里面有神的生命 有基督的生命,基督的荣美 第二层是山羊毛枝的罩棚 就表示说,我们是罪人所组成的 为什么呢?山羊就是预表罪人 你知道主耶稣后来在福音书里面,他有讲到说 当主再来之后,会有个荣耀宝座的审判 一边是山羊,一边是绵羊 绵羊是那些义人 山羊是那些作恶的人 所以山羊在圣经里面,是讲到人的 比较是负面这一方面的 所以山羊毛枝的罩棚,是讲到说 我们是教会,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都是罪人 但是虽然是罪人,外面有什么? 主耶稣的保血遮盖 因为上面这一层是染红的公羊皮 所以我们是被主的保血遮盖的一群罪人 最外面是海口皮 海口皮就是看起来非常的平凡朴素,不起眼的 看起来黑黑的,对不对? 非常不起眼,可是它非常坚韧 可以在风暴跟逼迫当中 就是在旷野里面,那些什么沙尘暴 它都可以抵挡这一系列的风暴的 所以讲到说,教会能够在风暴跟逼迫当中 靠神站得住 虽然教会在外表上看起来是平凡朴素 非常不起眼 但是教会有一个非常坚韧的生命 教会不是一个,像上面这个图 这是在中国的乡下的嘉宁教会 你看它没有一些很华美的建筑物、教堂 只是一个普通的农家 但是在神的眼中,这是真正的教会 因为真正的教会,外面就是海口皮 看起来不起眼 但是它里面有基督生命的容美 所以教会不是那个建筑物 教会乃是一群属于主的人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立位记了 立位记的第一章第一节 耶和华从会幕中就呼叫摩西 对他说什么? 这里你看到有一个很特别的 就是说,耶和华从哪里呼叫摩西? 从会幕当中 在出埃及记的时候 神是从西乃山上面发生 那时候一讲话,老百姓都吓得不得了 叫摩西说,神跟你讲话就好 不要跟我们讲话,我们担当不起 但现在不一样,神从会幕里面讲话 现在会幕已经完工启用了 就有一个显著的转变了 神把自己局限在这个会幕里面 跟祂的子民同住 因此就变成从会幕里面 祂来发生呼叫摩西 所以你看到到立位记 有一个很明显的一个转变 神现在在会幕里面 然后立位记他讲到说 当这个圣洁无比的神住在人当中的时候 人应该要怎么样洁净自己 才能够跟神同住 因为这是一个划时代的改编 神从来没有住在人当中过 现在神住在人当中了 人要怎么样来洁净自己 才能够跟这个永火同住 立位记也可以说是立位人的一个工作手册 因为他里面所讲的这一切 都是立位人他所该了解的 怎么样 立位人是在服事神的人 他知道说 神要的哪些洁净的条例 所以立位记里面 他有讲到献祭的条例 讲到饮食的条例 讲到洁净的条例 讲到祭祀认识的条例 还有洁期的条例 这些条例就是神住在祂的百姓当中 我们所要知道的一些东西 以前神没有住在他们当中 就这些都不需要知道了 但是现在不一样 这些都属于礼仪性的律法 律法有两类 一个是礼仪性的,另外一个是道德性的 道德性就讲说 你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贪恋人的东西等等 礼仪性的就像献祭 还有什么东西洁净不洁净 这些都是礼仪性的 礼仪性的律法 它都是有一个预表的含义的 所以当主耶稣来到之后 这些影子,这些预表就成为实体 我们就不需要再拘手这些遗文 但在当时,他们需要守这些礼仪性的律法 因为它背后有一个预表的含义 所以如果我们今天看到这些条例 我们只是看到它的表面的话 OK,这些东西跟我什么关系 因为你不知道它的预表 你如果知道它预表的含义的话 就说,跟我有关系 所以我们需要把明白它所代表的含义 我们才能够读得懂立位记 不然的话 立位记是一卷非常枯燥无味的书 跟我们没有关系 但是你要知道它预表的含义的话 就发现,这跟我们非常有关系 道德性的律法 当主耶稣来的时候,并没有废除 而且道德新约,这个标准会更高 因为有了圣灵的内住 今天我们神在道德方面 对我们的要求,比在旧约的要求要更高 现在重点就是说,立位记里面讲到这些 它都有预表的含义 我们先比较一下,出埃及记跟立位记 出埃及记是神在西乃山上面说话 立位记是神在会幕里面说话 出埃及记是以色列人他们蒙救赎 成为神的子民了,从埃及被救赎出来了 立位记是现在已经蒙拯救了之后 以色列人要借着献祭跟字节 来维持跟神的新关系 好像说,出埃及记是婚礼 立位记是婚后的生活 所以,出埃及记是救赎 立位记叫圣节 我们现在婚后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 透过献祭、透过字节 跟神保持一个新的关系 这跟新约很像 新约里面的福音书,还有使徒的书信 也是这两方面的意思 在福音书里面 基督在我们的外面,对我们说话 使徒的书信 就是说圣灵来了 圣灵是在我们的里面,对我们说话 在福音书里面,我们是被基督拯救 蒙救赎 然后得着一个跟神交通的地位 到了使徒的书信 我们要经历一个成圣的过程 享受跟神交通的实际 所以在福音书,讲到我们要蒙救赎 在使徒的书信里面 我们开始要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然后跟神有一个相交的生活 所以这就跟出埃及记跟立位记 是一样的意思 就是说,前面是讲到得救 我们跟神产生一个关系了 后面,我们要怎么样维持这个关系 接着过一个圣洁的生活 立位记里面讲到一些条例 我们先看这个献祭的条例 它有什么预表的含义呢? 亚伯、挪亚,还有亚伯拉罕的时代 他们也献祭 他们所献的祭是什么?叫做凡祭 凡祭就是把他整个祭生全部都烧掉 就是完全奉献给神 这叫凡祭 所以以前献祭,都是很简单 就是只有这种祭而已 没有什么别的祭 就这样子而已 但是现在开始不一样了 现在神颁布律法了 神住在他们当中了 现在这个献祭,就比较多的讲究了 就变成有五种祭了 第一个是凡祭,第二个素祭 第三个平安祭,第四个赎罪祭 第五个赎千祭 所以这个是因为神住在他们当中 所以这个祭就不一样了 凡祭的过程,神也很讲究了 要先按手在祭生的身上 接着宰杀,洒血,剥皮 然后要切块 切完块,同时内脏跟腿要洗一洗 最后整个焚烧掉 以前没有这么多讲究 现在都讲得很清楚了 在祭坛上面 每天早晚,他们都各要献一头羔羊作为烦气 早上一头,下午一头 天天,所以他烦气的火一直在烧的 这就是不断的在暗示什么? 基督的救恩 就让人家看到说 天天在那边,有一只羊被杀 施洗约翰,他说 看啊!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他指着主耶稣说的 但实际上那时候 他们那些人在会幕里面看到的 也就是这一幕 一直看到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 一再来的被献上 所以那一幕的景象 就是活生生的预表,主耶稣的来到 烦气是什么意义? 它就象征,基督他献上自己给神 然后赎了人的罪,使神跟人之间和好 人就得以进到神的面前 所以这个烦气是最重要的一个气 就象征,主耶稣把自己献上了 他也为我们赎罪 你说后面还有赎罪祭、赎千祭 那还有别的用意 但是烦气,它基本上 它就有赎罪的含义在里面 它是一个暴罗万有 它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气 然后借着这个气,神跟人得以和好 人才可以进到神的面前来 第二个是树气 树气的记忽是细面、饼还有穗子 这象征人的工作跟生活 就是说,我们需要把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活,来奉献给神 这个细面、饼、水 这表示都是我们人的努力 所产生出来的一些东西 这些东西我们要奉献给神 但是它需要经过碾压、经过破碎 然后要加上油 所以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 需要被神破碎 不是说,我按着我天然的喜欢 我们按着神的心意来活这个生活 按着神的心意来工作 所以这个东西需要被破碎 需要被碾压的 把我自己的意识放下了 所以,照着神的意识来活 要加上油,就是说 我们要行在灵里面 不是行在血气的里面 是行在圣灵的里面 然后要加上乳香,就是带着祷告 我们的生活、我们的工作都在祷告的里面 还有在圣灵的带领之下 这样的一个生活,神才会悦纳 而且不仅这样子 祂还需要配上烦祭一同献上 数祭是不能单独献的 一定要配合烦祭 就是一定要流血 一定要有祭生流血 这句意思就是说 一定要有基督的赎罪 人的一切努力,在神的面前才会被神悦纳 如果没有这个烦祭 没有这个祭生流血 单单献这个数祭的话 就像该隐的贡物一样 不会被悦纳的 这等于说,都是我自己的贡献 我自己的成就 但是神不是看这个 神是要看基督 一定要有基督的保血 所以,我们是要先经过基督为我们赎罪之后 我们再活出一个神所喜悦的生活 这个生活,才能够奉献给神 所以这个是数祭 接下来是平安祭 平安祭是讲到,是一个谢恩,还有还愿的祭 这不是出于规定 是出于自愿,是出于甘心的 这象征神跟人之间的爱的交易 一个fellowship 这是唯一可以让献祭的人享用祭物的祭 献祭的人也可以跟他的亲友、邻居一起来享用这个祭物 这讲到说,人与神为乐,神也与人同乐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欢乐的祭 神喜悦,我们来享受祂 祂也让我们可以跟亲友、朋友一起来享受 最后,赎罪祭跟赎千祭 这两个是差不多的 神跟人同住之后,就产生许多新的规矩 就是礼仪方面的这些律法 这以前没有的,现在新的这些律法 人如果在无欲之间,触办了这些律法 就要献上赎罪祭,或者赎千祭 赎罪祭是针对没有办法用财物来补偿的罪 赎千祭是针对可以借着财物补偿的罪 有些,你触办了一些规条 因为神在那边非常圣洁 比方说,你不洁的话,你不能去吃那个祭物的 就你虽然吃那个祭物,就是干犯那个圣物 这些都是现在才有的新的规条 有的东西,你就说,你做错了,你可以赔偿 赔偿就没事了 那时候,你还要献赎千祭 有一些是没办法赔偿的 那个是比较稍微严重一点 但是这个就要献赎罪祭 凡祭也可以赎罪 但是凡气所俗的是什么? 它是笼统俗一切的罪 包括我们的心思言语的罪 我们已经说谎了 你发脾气了 你打太太、打小孩了 这些好像在律法里面 它不一定说是,你做的这些事情就有罪 但是实际上,你知道说 这些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我们是罪人 大大小小,一大堆的罪都很多 我不是说,我讲了一句谎话 我要去献赎罪祭、赎奸祭 没有 但是,我要去献凡祭 凡祭可以笼统的整个赎我所有的这些罪 包括已知的、包括未知的 赎罪祭跟赎奸祭是特定、已知律法上面的罪 可以这么讲,凡祭像是综合维他命丸 是针对我们整体的健康 赎罪祭跟赎奸祭,就像单一的维他命丸 针对单一特定的状况 维他命C、维他命D,这个是特定的 有一些单独的特定的状况 我们就需要献上赎罪祭,或者献上赎奸祭 但是总的来讲,我们天天都是 有一只羔羊献上作为凡祭 来赎我们所有的罪 另外还有饮食的条例 人吃什么就像什么 这是圣经里面的一个原则 人吃什么就像什么 所以我们要吃生命树的果子,我们就会像神 现在有一些东西是洁净的 有些东西是不洁净的 吃了洁净的食物,就会有一些特质 所以洁净的食物是象征什么? 象征神的子民,应该拥有的一些特质 所以神要我们来吃这些东西 祂有祂的目的 就是因为这些食物,祂有一些特质的 有些洁净,有些不洁净,比方走寿 凡楚跟分体的是洁净的 不洁净的是不反楚,不分体的 所以洁净的像牛羊鹿 不洁净的像猪、兔、骆驼 为什么是反楚,而分体的是洁净的? 反楚就是象征,我们会要反复思想神的话 我们一个东西吃进来,我们要反复思想 在那边聚焦,在那边默想 就是说,我们不是葫芦吞枣 分体,你看下面这个脚印 它那个体有分开来的 分体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的行为跟这个世界就有分别 我们要活出一个主的见证来 所以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一个特质 我们的行为,真的是要跟这个世界要分别 要有见证 水中的动物,是要有鳍或者有鳞,是洁净的 如果没有鳍,没有鳞的话 或者没有鳞的话,就不洁净 所以多数的鱼类是有鳍,而且有鳞 可是像碾鱼、泥丘、蝦、蟹这些 这些都就不洁净 有鳍的意思就是说,它不随波逐流 有鳍,就给逆流的上 所以,世人追求世间享乐名利 我们却是追求天上的永恒基业 有鳞,就是想说,全身有鳞甲 意思就是说,我们要穿上全副的军装,不同流合物 才能够抵挡魔鬼的攻击,还有这个世界的影响 所以,基督徒要有鳍,要有原则,要有军装 鸟类,他是讲到说,不洁净的是什么? 要肉食类,在晚上活动的一些鸟类 反过来讲,就是以种子为食物的那些鸟类 就比较洁净,像鸽子 不洁净的话,像乌鸦、老鹰这些 为什么?洁净的鸟类,它不吃死尸 不吃垃圾,像乌鸦吃垃圾 死尸跟垃圾,就讲到是非、八卦 没有异于灵性的节目,或者书报刊物 使人灵性死沉的这些东西 这些都是死尸、垃圾 以生命的种子为食物,就讲到我们以神的话为粮 有的鸟类,它们是活在水边 但是,洁净的是活在天上,就是不被这个世界抓住的 而且是在白天活动的,活在光中,与神相交 然后昆虫,有刺有足的,会蹦跳的是洁净的 在地上爬行的是不洁净的 会蹦跳的,像是蝗虫、炸蒙 就表示说,他不甘心待在地上,他渴望离地向天 爬行的是在地上活动,跟世界联合的 另外,有地上的爬舞,没有一个是洁净的 都不洁净,为什么? 像鼠类,住在地洞里面,跟世界深深的联合的 还有蜥蜴是完全贴在地上,跟世界紧密的联合 所以你就看到说,这些食物,洁净跟不洁净的一些原则 就跟这个世界很贴在一起的,这些都是不洁净的 基督徒,要跟这个世界要分别 然后我们要吃属天的粮食 这个是神借着这个饮食的条例,告诉我们一些 基督徒的生活的原则 还有节期的条例 犹太人有些节期,神给他们规定的 有玉月节,除笑节,然后有五旬节 接着有吹角节,赎罪日,还有祝朋节 这在我们的个人经历上面,都有特别的含义 逾月节跟除笑节,是讲到我们要重生得救 经过羔羊的救赎,我们就过了逾月节 接着除笑节,就把我们身上的那些罪都除掉了 接着要过五旬节,就表示说 我们不仅要重生得救 我们还要被圣灵充满 到了祝朋节,祝朋节讲到说 我们要过一个与神同住的生活 这刚好是教会里面有几个不同的派别 刚好讲到这三方面的特质 第一个是福音派 福音派就是讲究要重生、要得救 圣灵充满的是灵恩派 灵恩派讲究要圣灵充满 与神同住,就是奥秘派 奥秘派就非常讲究说 我们要怎么样跟神合而为一 这就是过一个与神同住的生活 在历史上面的预表 他们就是预表将来 主耶稣会来,会受难,会复活 这就是玉月节跟除央节所代表的 五旬节就是预表将来 对他们来说,当时是将来 我们现在已经过去了 后来五旬节就诞生了 吹脚节现在还没发生 将来圣徒要被提 赎罪日也是,将来以色列人要全家悔改 祝鹏节讲到将来的千年国度 所以这些节期的条例 它背后也有象征的含义 接着我们看到民宿记 民宿记预表属灵的历程当中 旧人衰为新人兴起的过程 以色列人旧的那一代都倒闭在旷野 新的一代兴起,这是在民宿记里面 我们这个人也是一样,旧的人要死掉 新的人要兴起 一开始,他们讲到说 神的约会树立起来之后 以色列人就要在旁边安营 按着这个方位 东边三个支派,南边三个支派 西边三个支派,北边三个支派 所以他们过去都是一盘散沙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像是一个军队一样 非常有次序的,围着神的会幕、安营 然后,会幕的四周围是 立位支派的三个家族 还有亚伦、摩西 还有亚伦的儿子,大祭司的家族 当他们要起行的时候,要吹号 他们要跟着云柱往前 接着就是约会,然后犹大支派就跟着 后面以撒加西部伦,然后流遍西缅加德 然后伊法连、马拿西跟变亚米 最后是但,还有亚瑟跟拿霍塔利 所以他们现在起行,动身不像过去一样 随便自由行走 前面后面随便你走 不是,现在是按着各个支派 一个支派,一个支派的往前 所以现在在神的眼中 现在他们成为一支军队 所以他们现在开始从西乃山要离开了 然后要往迦南地前进 所以他们先经过了一些地方 这些地方他们又犯了一些罪 然后后来到了加迪斯 他们就派了十二个探子去窥探迦南 结果后来他们就带回来好大的葡萄 他们说,真的是流南雨蜜之地 可是他们说那边人非常高大 所以他们听到这种消息 后来大家都非常害怕 觉得说神把他们带到这边来,是让他们送死 所以不愿意进去 神就非常生气,就说 好,你们那时候进去加拿地窥探四十天 现在你们在旷野里面,就要流浪四十年 所以后来他们就在旷野里面 绕西尔山,漂流了三十八年 为什么三十八年? 因为前面有一年半,后面还有半年 他们那时候经过了三十八年之后 他们就经过一个地方叫撒列西 在以东跟摩亚的交界这个地方 经过这条西 这是一个转捩点 什么转捩点? 《生命记》二章十四节说 自从离开加蒂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 离开加蒂斯巴尼亚,就是他们第一次不愿意进迦南 从那时候开始,一直到过撒列西的时候 总共过了三十八年 这三十八年当中,等那四代的兵丁都从营中灭尽 正如耶和华向他们所起的事 所以撒列西之后,过去旧的一代都死光了 旧的一代的那些兵丁都死光了 然后现在,现在都是年轻的一代 这里头还有一些立位支派不算在内 还有一些妇女不算在内 这些就是旧的那一代的兵丁都倒闭 为什么是三十八年? 你看到,他们出埃及的时候是第一年出 出埃及,然后接着抵达西奈山 大概是三月份的时候 接着他们在第一年结束的时候立会幕 第二年的一月一号 然后接着就起行 然后后来他们在大概是五月间 他们就拒绝进迦南 因为那时候就是葡萄收成的时候 然后从那时候开始,一直经过了三十八年 都过撒列西 然后接着,第四十年结束的时候就进迦南 所以从拒绝进迦南到过撒列西 中间在旷野,漂流了三十八年 所以这旧的一代,在这三十八年当中 都在旷野倒闭 所以得以进入迦南地的,都是新的一代 这个的意义就是说 基督徒的人生历程,必须让旧人死去 新人取而代之,才能够进到流来与密之地 承受神所应许,在基督耶稣里面的一切福分 所以,明书记讲了这件事情 就讲到说,他们旧的人死去,新的人取代 等到他们过了撒列西之后,神治之后 他们就开始得胜了 他们就征服了河东的亚摩利人的这两块地方 紫色的是西红的地方 上面是巴山这两个地方 所以就被他们征服了 所以,我们里面那个新的人,就可以在灵界里面 开始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了 为什么?因为旧人死去了 所以在这个时候,神让一个巴兰发语言 他讲到说,神没有看到雅各当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坚恶 耶和华他的神与他同在,有欢呼王的声音在他们中间 那时候,你看这个经文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神没有看到雅各当中有罪孽 也没有看到以色列中有坚恶 以前他们那时候,十次试探神 他们常常在荒野里面犯罪 为什么神居然说,雅各当中他看不到罪孽,看不到坚恶 为什么?因为这时候都是新的一代 在神的眼中,这是新人 我们里面新造的人 新造的人,在神的眼中来看是美好的 有罪的那个是救人 神现在是在看我们里面的新人 是没有罪孽,没有坚恶的 在神的眼中是美好的 所以,这个新人才能够带进迦南 最后是看到生命记 这个《摩西五经》 这个《律法书》 广义是讲《摩西五经》 但是在圣经里面,《律法书》 狭义的是讲到生命记里面的一段 就是4章44节到31章的23节 就是下面这一段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面前所承明的律法 就是摩西在以色列人出埃及后 所传给他们的法度、律例、典章 这是44章44节 从这以后开始,一直到后面说 摩西将律法的书写在书上,极致写完了 在这之前的这一段,是狭义的律法书 所以,这段律法书等于是说,律法的精髓 生命记是律法的精髓,而且是律法当中的律法 出埃及记、立位记跟民宿记 是客观的来记载律法 生命记则是在强调律法跟神指名之间的切身关系 它里面一再强调说,你们要遵守这个律法 遵守这个律法,会得着祝福 不然的话,会受到灾祸 所以,生命记里面在强调 这个律法跟神指名之间的那种切身的关系 你们不要觉得说,律法跟你们没有关系 这是跟你们非常相关的 会有祝福的,会有灾祸的,如果不遵守的话 我们看到那个出埃及记、立位记 还有生命记作为一个对照 第一个,这个是出埃及记那时候是在 还有立位记是在西奈斯上面颁布的 生命记是摩西在摩押平原点上面写的 出埃及记跟立位记,那个对象是旧的一代 生命记是新的一代 持续,这个是出埃及记跟立位记 神是首度颁布律法 生命记是再度重生律法 它的特点,出埃及记、立位记 它是客观的陈述律法,这是客观的陈述 生命记是讲到跟我们相关的 祂说,这是跟你们非常有关系的 讲到关系祸福的律法 所以,重点是什么? 出埃及记跟立位记 第一次神讲的,这个是什么? 就讲了相当于是logos 生命记是rema logos跟rema,是什么东西? 就讲到神的话 神的话,在希腊文里面,可以有两个字 一个字叫logos,一个叫rema logos就是白痴黑痴的圣经 rema是神对我个别说的话 虽然同样写在圣经里面,但是神让这句话跳起来 对我个别产生意义,这个就变成rema 所以,这时候神就让logos变成rema 所以rema是神对我个别说的话 logos是神第一次说,写在圣经里面 rema是神第二次说,神个别对我说的 所以,logos是一个客观的真理 rema是一个主观的领受 所以,出埃及记、立位记 甚至到民宿记里面的那些律法 是神第一次讲的,都是一些客观的真理 但是,生命记是神第二次讲的 所以,生命记就代表说 这是神对我个别说的一些rema 是主观的一些领受 logos,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 这个道就是logos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这个话是rema 所以,我们今天要靠rema活着 神对我一说话,里面就饱足了 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个话是rema 所以,神对我们个别说的话 里面有灵,里面有生命 我们会感受到,我们会被触动 并且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 就是神的道,这个道就是rema 所以,我们用什么样的话去抵挡魔鬼 是用神对我说过的话 神给我说过一句话 给我一个信心,给我一个安慰 借着这个话,我就能够在试炼当中,我能够赞助 因为神对我说过这个话 所以,这个话就是圣灵的宝剑 所以,生命记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呢? 就是rema的书,就是一本天良的书 是一本灵的书 生命的书,是一本宝剑的书 所以,生命记是比较特别的一件书 当诗人,诗篇里面有说法 耶和华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 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 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 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眸 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 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 多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且比风房下地的蜜甘甜 这些是在讲什么? 讲耶和华的律法,对不对? 是讲到律法书 特别是讲到什么? 讲到生命记 这些律法、法度跟训词 都是讲生命记里面,四章四,四节到三十一章二十三节里面 就是那个狭义的律法书 因为这段律法书里面,会让我们有这种感觉 为什么?其实他讲到这些 能苏醒人心,能使愚人有智慧 能够快活人的心,能明亮人的眼眸 比金子可羡慕,比蜜甘甜 这个都是什么? 都是我们对于瑞玛的主观感受 今天神对你说话的时候,那个话真的会苏醒你的心 神对你说话,会让你一个愚人有智慧 让人的心快活,让人的眼目明亮 你会觉得说,我今天得着神的话 比金子可羡慕,比蜜更加的甘甜 这个不是讲Logos Logos,你看,没有开启,你不会有什么感觉 但是,当神对你一说的时候,那种就是瑞玛 所以,诗人里面所对这个描述的 都是讲到对瑞玛的感觉 这个律法书,其实就是讲到生命记里面那一段 生命记就是一本瑞玛的书 所以甚至于诗篇里面,119篇20节说 我时常欠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 如果你说,神讲到献祭的 你会欠慕讲到献祭的那些甚至心碎吗? 不太会,因为那时候神没有被开启 但是,这种完全是讲到我们对瑞玛的那种感觉 神对我们说话,我们真的是很欢喜 我们欠慕神对我们说话,甚至于心碎 求祢是我离开兼杀道 开恩将祢的律法示给我 我们会常常求主,主要把祢的话给我 圣经里面不是,话都在那里了吗?不是 我们要神自己对我说话 求祢纪念你向仆人所应许的话 叫我有盼望,这话将我救活了 我在患难中因此得安慰 这都是瑞玛 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 这都是神对我们个别说话的时候,所产生的效果 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使与人通达 这都是讲到瑞 所以,生命记就是这样的一卷书 所以,它是新约里面最常引用的旧约经卷之一 另外两个是诗篇跟以赛亚书 主耶稣对抗撒旦试探的时候,所引用的三节经文 全部都是出自生命记 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耶和华口底所出的一切话 你们不可以试探耶和华你们的神 你们要敬畏耶和华你的神,侍奉祂 这三处都是在生命记里面 主耶稣所说,最大的诫命也是出于生命记 以色列,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 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 所以,最后我们看到摩西五经,这五卷 其实在我们的凌晨里面,它相当于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我们蒙召 创世纪里面,神就呼召亚伯拉罕起来跟随他 所以,创世纪里面,我们就看到神从云云众生里面 呼召一个人,后来变成一个家族,出来来跟随他 所以,我们一开始,我们属灵的经历 我们是先蒙神的呼召之后,我们来跟随他 出埃及记,是讲到神的拯救 把我们从埃及里面救出来 其实,神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救出来 不仅这样子,而且神把我们从各样的患难里面拯救出来 这时候,我们会经过信心,会经过一些考验 这时候,我们会经历到神的拯救 所以,这是让我们的信心更加的稳固 接着,我们就进到侍奉的里面 立位记就讲到侍奉 我们开始来服事神 然后,不仅这样子 我们这个生命需要被神来炼进 就讲到民宿记 到了生命记,讲到永远的福分 生命记里面就讲到,你们要遵从这些律法 你们就会得到福气 这刚好对应到丧行之诗里面的15篇 120-122篇,是讲到蒙召 123-125,是讲到拯救 126-128,是讲到侍奉 129-131,讲到炼进 最后,132-134,讲到永远的福分 所以,我们从丧行之诗 我们可以对照过来看摩西五经 就知道说,原来摩西五经里面的重点 在这个地方 蒙召、拯救、侍奉、炼进、还有永远的福分 所以,我们这样子就可以掌握到 这几卷书里面的精髓